冲绳之士访华为何要去通州祭拜? 背后有一段琉球痛史 长之 1.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的琉球国人墓地遗址 近日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据报道 冲绳之士玉成丹尼访华期间专程来此祭拜 7月4日 北京通州冲绳县之士玉成丹尼在琉球国墓地遗址前祭拜 图源 视觉中国 这是一处冷僻的遗址 就算是当地人 知道的也不算多 为何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会专程到这里来祭拜? 这背后又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 2.时间的指针 拨回600多年前 明清时期是古代东亚朝贡关系史上最后一个高潮时期 规模庞大的海外史臣 纷纷到北京朝贡 琉球王国便是其中之一 彼时 中流交往主要是朝贡与侧风关系 这种关系始于红武五年 1372年 一直持续到1875年7月 日本延令琉球彻底断绝与清朝的朝贡和侧风关系为止 前后长达500年之久 五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的侧风史臣 敏仁三十六姓 及其后裔与琉球的共识 留学生等 穿梭两国 往来不绝 中国文化源源不断传播到琉球 对琉球 民族文化的形成 以及社会发展 起到了重要影响 而通州 趣味独特 从南方而来的琉球 安南 日本等诸国史臣 静静要经过这里 所有进贡物也要在张家湾卸下 由陆路运往京城 史臣完成任务后 离京 还是由陆路京禄合议 到张家湾上船 沿运河南下 加近四十年 1561年 明朝官员郭汝林 也是从张家湾码头上船 京运河南行 据史料记载 琉球国 国王尚清轰 前使告哀 明世宗因其所请 命派史臣册封琉球 郭汝林正式作为正使 率领500人的庞大使团 出使琉球 登周临行前 他写下了 奉使琉球入河截揽 风静波田小放舟 家堤垂柳 隐名揪 晴云间隔长安望 采一心滩天汗流 摇鸟岸花开远树 英明使节起轻殴 人生踪迹真难拟 肖像苍颠万里福 经过近一年漫长而艰险的海上航行 第二年夏天 郭汝林一行抵达琉球国 6月 初29日 乃行封王礼 完成使命后 郭汝林一行于第三年回朝复命 回国后 赚注重修史琉球路 系统介绍了琉球社会的各个方面 对琉球的宗教信仰 律法 民俗 物产 建筑等方面都做了描述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本书成为后世证明 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归属的重要历史依据 书中记载 任五月初一日 过钓鱼雨 初三日 至赤与烟 赤与者 借琉球地方山也 在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 九米岛 一 初六日五刻得风乃行 见土纳己山 土纳己山 琉球至岸山 文中的岸山及戒山之意 土纳己山及琉球的杜明喜岛 这段话清楚地证明 早在明朝嘉靖年间 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 最靠近琉球的赤尾羽 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而杜明喜岛与九米岛一样 被视为琉球界上岛屿之一 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不同文献中 郭汝林也指出 设琉球境界地 名赤与 赤与者 借琉球地方山也 证明赤尾羽是与琉球分界的中国岛屿 而非琉球的岛屿 三 郭汝林出使了琉球 而在当时更普遍的情况是 琉球国人来大名 他们是琉球国的官员 留学生 商骨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其中一部分人 永远留在了中国 在中华土地上形成的琉球国人墓地 主要有福州的苍山白泉庵北京通州 张家湾福州至北京的关路上 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等四大区域 通州张家湾琉球国人墓地上的藏者 主要是史臣和留学生 据专家考证 至少有杨连贵 梁允志 蔡洪迅 程允生 夏瑞龙 郑国官 金行 郑孝司 王大业 林士公和不知名的官生等 十多位墓主人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林士公 林士公出生于琉球国九米村 是明太祖洪武年间的福建移民林喜的后裔 他自幼学习汉语 汉文 在官生科考试中 金榜提名 同志八年 1869年 林士公与同伴到达京师 入学国子建 他的学业表现相当出色 汉师还以 琉球师课 与琉球师路之名堪行于世 同志十二年 1873年 夏 林士公毕业 学成归国 此时 琉球国正被日本寄予 自1872年 日本悍然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 便开始了吞并琉球的进程 1875年 日本强迫琉球 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琉球国距离力争 谈判破裂后 国王尚泰 一方面派人直赴东京请愿 另一方面派遣紫金官向德宏 秘密出使中国 林士公随同前来 1877年4月12日 向林义行抵达福州 将琉球国王的秘姓 承敏着总督和景 金和景上奏 清廷方知事情原委 然而 清政府此时自顾不暇 对日本只能以情理二字相搏结 光绪五年 1879年4月 日本将琉球国王 连同文武官员卢网东京 强行占领琉球国土 得知噩耗 同年10月19日 林士公一行向清廷上表 恳请清廷出面 与日本交涉 恢复琉球国 雷若的清廷只将此事交由李鸿章 与日本谈判 日本提出分岛改阅案 即将琉球南部的仙岛群岛给中国 作为交换 中国修改 中日修好条规 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 清政府有意接受 并试图在仙岛群岛 恢复琉球国 林士公等坚决反对分割琉球 于光绪六年 1880年 9月28日 向清廷递交请愿书 称仙岛群岛平级不能立国 主张恢复琉球全境 请愿书没有改变清政府的决定 林士公遂决定以死殉国 同年11月20日 他以个人名义 向总理衙门 承递了一封请愿书 书云 毕国惨遭日人 一似吃章 一则宗舍成虚 二则国王 世子建职东行 即则百姓受其暴虐 唯有以死期请王爷纪大人扶准 据情据提 传照驻金窝史 欲之以大义 威之以生灵 妥为仇办 还我君王 赴我国都 以权臣杰 则宫虽死无汉矣 当日上午 林士公自杀殉国 留下绝命师二手 古来忠孝己人权 忧国私家已五年 一死由七存设计 高唐专赖弟兄贤 念念定省半为亲 自认乾坤一罪人 老泪叶双白发 有闻恶号更伤神 林士公之死 多少触动了清朝的统治者 慈禧太后叹道 此成忠臣也 实属可明 赐营二百两 将其安葬于 通州张家湾 琉球国人墓园 通州张家湾的 琉球国人墓园 如今已不复存在 但这段历史 始终铭记在 关心琉球历史的人们心里 曾多次有琉球国人后裔 到访张家湾 来寻访遗迹 七月四日 来访的冲绳之士 玉成丹尼 在此为先辈亡灵 奉上祭祀用品 双手和石 南南低语 他说 他祭拜时遵循的是 琉球习俗 所用的箱也是中国传过去的 和日本用的箱不一样 通州区博物馆 向玉成丹尼 赠送了琉球人王大业墓碑踏片 这是曾经的张家湾 琉球国人墓地 仅存的遗迹之一 四 历史学者指出 琉球国曾作为主权国家存在 以及他被日本非法吞并的历史经纬 是十分清楚的 1879年前的琉球 是一个独立王国 自明朝初年以后 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宗藩关系 琉球王国新王 纪为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琉球官方纪念 采用中国皇帝年号 官方记录采用汉文等等 皆足以证明 1872年 久怀寄予之心的日本 趁中国若乱 无力顾及琉球 强行宣布 改琉球国为琉球藩 随后又以武力 将琉球国王罗网东京 宣布废除琉球国 改为冲绳县 所作所为 完全是非法的 面对胁迫 琉球国王没有在灭国文件上签字 并多次向清朝政府求援 清政府虽自顾不暇 未能出手援助 但也从未承认 日本对琉球的吞并 此后近百年 由于国际形势变化 琉球的归属和地位问题 变得更加复杂 1943年11月 二战中的开罗会议上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 战后由中国托管琉球 但未就此形成决议 1945年 波茨坦公告 明确 日本领土里不包括琉球 战后美国主导的 旧金山合约也指出 琉球由美国代管 到了1972年 出于国际形势变化 和冷战阵营考虑 美国将琉球的行政管理权 交给日本 但也未涉及主权 此后 日本重置琉球为冲绳线 据此 历史学者指出 日本在1879年 对琉球的吞并是非法的 二战后 波茨坦公告明确了 琉球不是日本领土 1972年后 日本将琉球改冲绳线 并没有解决国际法上 琉球的主权地位问题 5 历史不容抹杀 不应遗忘 更重要的是 记取他给予的教训和启示 落后就要挨打 就有被开除囚集的危险 中华民族 同样有过近代以来 被帝国主义 列强侵略欺凌的屈辱史 对此明心刻骨 感同身受 不管别人怎么样 首先一定要团结起来 做好自己的事 强大了自己 才谈得上维护正义 帮助别人 今天的世界比之郭汝林 林世公那个年代 已经极大的改变了 但仍有一些人 或抱着顽固的强权心态 或出于阴暗的利益图谋 一直在歪曲历史 模糊认知 妄造舆论 以期达到他们 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此 我们要警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